白雪公主 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 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雪白的皮肤 大家都叫她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的继母有一面神奇的魔镜 她说白雪公主比您还美丽 继母非常生气 就把白雪公主提出城堡了 白雪公主躲进森林里 几个小矮人好心地收留她 他们成为好朋友 坏心的继母仍然不满意 她打扮成老婆婆 送给白雪公主一颗毒苹果 白雪公主咬了一小口 就立刻昏倒在地上 路过的王子看见白雪公主 忍不住亲吻她 没想到白雪公主醒了过来 从此和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